颱風過後臺北街頭一片狼藉 三角椎和樹葉殘枝散落 但更引人注目的就是 人行道上這顆超巨大可頌 與周圍凌亂接近 形成強烈對比 畫面相當違和 這顆可頌掉在台北市大安區的人行道上 被路過民眾拍下 上傳臉書社團 原PO在文中笑稱 颱風在離台前 特別幫我們準備好明天早餐 可頌真是貼心 網友貼文底下留言 比創意讓人笑翻 不禁問這是誰點的外送 看了就肚子餓 還有人說這是在地可頌 甚至晚請諧音梗 說因為已經垮了 所以應該要叫做垮頌 據瞭解這顆可頌 疑似來自某間人氣 咖啡廳的店外裝置 經常吸引民眾目光 不過這次不敵強臺 離家出走 成了最狂外送 字幕志愿者 郭文貴 各位 谢谢观看